中国大陆河南省北部的 严金县封庄镇河道村 一栋民房三日上午进行地基抬高施工 却突然坍塌酿成妻死二十一伤 伤亡者多为农村留守妇女 距离成都三十多公里的 彭州石化厂即将投产 由于曾经历汶川和庐山两次地震 民众担心石化厂会造成污染 或在遇地震导致严重影响 四川成都市民众在网路发起 上街抗疫彭州石化厂投产 网友表示警方已在天府网场 九眼桥等市区部署庞大警力 前江晚报报导 浙江H7N9潜流感及重症患者曹先生 住院即一个月后康复出院 原本应该开心的曹家人却心情沉重 因为房东以潜流感为由 要他们另觅居所 继微博实名制与封闭回应功能后 中国大陆互联网信息办再度严打大V 所谓大V是指达到特定条件 且经过实名等认证后的账户 信息办宣称 部分博主借辟谣求证之名 行扩散谣言之时 据称已有部分博主遭逮捕 新唐雅的电视整理报道